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颱风雨桂又知 低华地区的商户做好防洪准备未呢 由经济局与生产力中心 于2018年共同推行的 两项资助中小企安装防水浸设备的计划 将于今年6月30日截止 政府会向想安装防水设备 并且符合资格的中小企 提供资金部座及技术支援 两项计划至今共批出 约2,300宗申请 仍未申请的商户 记得尽快向政府申请 去年有个台风 我们试过大问题都不会有水浸 香港台是今年安装的 如防这次再有风雨 我们都可以用 都帮助我们很多 安装时的过程 历时大概是一个多年 那半月左右的时间 政府的资助就是 最高支持是五十万元 因为我们的铁茶属于比较高 去到两米多 如果怕大浸 做高了 就比政府的费用多了少少 多了几千元 那我们都可以的 下一步我们会开始安装升降台 我觉得是稳固的 亦都相信到时 亦都抵挡到 我们下一次可能受灾情 我都觉得有信心 最后都提醒 已安装防水设备的商户 记得要事先检查防洪门杂板 和配件是否齐全 再复杂卖防洪门的安插步骤 并且检查水泵或者防针升降台 是否可以正常运作 同时都记得要防范海水渡灌等情况发生 做足完全准备 切纹轻视台风威力